4月7日据港媒报道 资深女性吴永威接受了主持人林薄熙的专访 她罕见谈及达31岁富商王夫 曝光的镜照中吴永威穿着棕色皮出镜配上搭背头 打扮十分成熟 已经53岁的她皮肤紧致少皱纹身材完全没发福 甚至比年轻失手 动力有数状态大好 自从2013年拍完《法外风云》后 她便离开TVB 这些年产量大减 不过最近大家终于可以再一睹她的风采 吴永威之前接拍了TVB剧集《经销大厦2》 戏中她饰演一个控制狂的妈妈 挑战非常大 虽然很久没演戏 但她演技一点没退步 昨天播出的最新一集中 她的表演实在太精湛了 让人看得不寒而栗 为了宣传新剧 她频繁接受采访 在令波西的节目中 她还大方聊起了王夫翁江培 提起吴永威与翁江培的一段婚姻 相信很多人都略有耳闻 80年代末 她在一场派对上认识了富商翁江培 虽然两人年龄差了一大截 但非常投气 很快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 之后翁江培推荐吴永威参加亚界选媒比赛 凭借着靓丽的外形以及淡定的发挥 她拿到了最上镜小姐奖 比赛结束后 她得到高层门的力旁 一出道就有机会演女主角 前途无量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1990年12月 年仅21岁的她嫁给了翁江培 然而结婚仅13天 翁江培就因病去世了 丧夫后吴永威承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一度自保自弃 直到遇上现任老公才走出阴影 多年来外界都质疑吴永威当初嫁给翁江培是为了钱 对此吴永威强调 翁江培是她的真爱 时隔多年她依旧很想念对方 她坦言哪个人对她好 她会一直记在心里 翁先生教会她很多东西 是她第一个明灯 也是她第一个丈夫 彼此没有血缘关系 却是最亲密的人 如果没有翁先生教她如何用信用卡 她不会成为现在有骨气的吴永威 她一点不后悔嫁给对方 吴永威继续说道 她之所以参加亚结是翁先生提议的 没有对方自己可能会走歪路 变成华灯初上里面的角色那样 整个专访吴永威的态度都很真诚 听得出来王富翁江培在她心目中 占据了一席重要之地 尽管两人没能走到最后 但能爱过一场 也是一生难忘 1989年的亚洲小姐大赛中 有那么一个人 她与眉腿女神万启文都是当界大热 却被半路杀出的翁红打个措手不及 直接落选前三嫁 她混过社会当过太妹 落选亚解后直接嫁入豪门 却在新婚的第十三天成为了寡妇 于婆家展开遗产争夺战 二婚之前交往的男友多达二十多位 曾以第三者身份介入别人的家庭 霸占他人老公四年 最终取得对方原谅 与其发展成闺蜜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五姑娘吴永威的故事 1969年2月 吴永威出生于香港的一个贫困家庭里 除了她之外 还有五个兄弟姐妹 她在家里排行老三 吴永威的父亲是一位老师芭蕉的会计 但是要养活那么多个孩子 仅靠一个人是不够的 为了供自己和几个兄弟姐妹读书 母亲打了两份工 一份是给餐厅洗碗碟的工作 另一份工作是清洁工 尽管家庭不是很富裕 但是父母却从来没有偏心哪一个 虽然吴永威在家里备受关爱 但是在学校却有着别样的遭遇 吴永威从小性格乐观 虽然她一直都不喜欢读书 还因为成绩差常常被哥哥骂 一直到她上了中学之后发生了变化 因为家境贫穷又长得比较好看 自卑的吴永威常常遭到同学的霸凌 在学校被欺负了也不敢告诉爸妈 只能自己忍着 后来她为了融入群体 把自己的斑边头发给剃掉 可是这嚣张的造型让她当天就被十几个同学围殴 1983年14岁的吴永威加入了一个帮派 成为小太妹 从一个被害者成为施暴者 跟了老大起码不用挨打 直到有一天警察来到他们教室 把吴永威带回去认人 最后还要母亲去浅口供 去把她领出来 看着两冰斑白的母亲为了她在警察面前苦苦哀求的样子 一颗颗眼泪从吴永威的眼睛里流落下来 自此以后吴永威回到学校认真读书 可是考试成绩一直都不合格 之后在夜校重读还是成绩不合格 家人明白可能吴永威真的不是一块读书的了 有了前车之鉴 父母又担心她出了校园又跟人混社会 吴永威也算是争气 辍学后并没有去婚社会 而是就近找了一份文职工作 虽然吴永威弃而从善 但是她那种我行我素的性格一直都没有改变 1986年初入职场的吴永威遇到了初恋男友 这场恋情却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 父亲更是因为她被弃得病倒 越人不说的吴永威到后来才发现自己被表象迷了眼 看起来温文尔雅的男友 实际上是个十足的暴力分子 18岁那年父亲因病过时 作为一个总是令负担忧的女儿 伤心内疚和后悔几乎将吴永威淹没 她企图去找男友寻找安慰 结果不但没有从男友那里得到慰藉 反而被男友暴打了一顿 绝望之下吴永威结束了这段并不美好的初恋 经历了父亲的离世 渣男的伤害 吴永威仿佛一夜之间长大 并主动地扛起了养家的责任 开始四处打工挣钱来补贴家用 依次减轻母亲的负担 1988年在职场莫帕滚打两年的吴永威 认识了翁江培 一个比他大31岁的男人 翁江培是一个会计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 在当时就已经身价过亿 结果四次婚 可惜一直都没有孩子 还曾追求过邓丽君 可惜遭到了邓丽君家人的反对 正是因为这个男人改变了吴永威的一生 和翁江培认识后 对彼此一见钟情的俩人很快坠入了爱河 在和吴永威交往之前 翁江培当然调查过吴永威的背景 也知道曾经的她是一个怎样的女孩 因为和亚氏的高层相识 于是她鼓励吴永威去参加亚洲小姐的竞选 按照翁江培当时的说法 把一个女孩放进这个大染缸里 如果她还没有学坏的话 那这个女孩就是值得的 1989年 吴永威参加亚洲小姐的竞选成为当季大惹 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半路杀猪的风红夺了惯 就连没推女神万奇文也败给了她 吴永威更是跌至第五名 只得了个最上静小姐的称号 而这个最上静小姐奖项其实毫无实际意义 唯一的卖点是当时由张国荣给她颁的奖项 身世坎坎的宋婷一角 同年12月 本营在演艺界趁势而进的吴永威却选择了与翁江培结婚 如果放在现在 一个年轻的女演员结婚无遗 是给自己的事业设置了一道屏障 可是爱情至上的吴永威在苗令面前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婚姻 婚后的吴永威常与丈夫出双入队 只要有空不管是演出还是拍戏 现场总能看到翁江培一脸宠溺的在不远处看着吴永威 可是恬不遂人愿 这段幸福的婚姻广如流星没有多坐停留 只是在吴永威的生命里一闪而过 命运有两只不同颜色的手 白色的手会向你递来一颗蜜枣 而黑色的手会在你喜笑眼开的时候 狠狠地朝你后脑勺扇一巴掌 1991年1月12日 这是和翁江培新婚的第13天 在舞台演出的吴永威时不时与丈夫四目相对 表演结束后 他看向台下却不见了丈夫的身影 回到后台没等他发出疑问 朋友就把他拉了出去开车来到医院 隔着一层玻璃看到几个医生正在抢救 而躺在床上的人正是他的丈夫翁江培 20岁的吴永威看到这样的场面 只觉得一阵恍惚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样的场景只在电视上看到过 最终翁江培因心肌梗塞抢救无效 在医院里逝 只留下一生的一句节哀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